5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年比下降了1.6% 这是连续第19个月下滑 创下了物价保持下滑最久的记录 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公布的数据 同4月份的0.5%的跌幅相比 5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下跌0.7% 指数跌幅扩大 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 政府急于组屋杂费回扣 导致去年的指数基数较低 而5月份的住宿和交通成本 年比分别下降了6.4%和5.7% 而食品的价格则上涨了2.2% 但是比前一个月微跌了0.1% 不可以说是新加坡面临着 通货紧缩的一个问题 其实不是相反的 我认为新加坡目前还是继续有通货膨胀 真正通货紧缩的状况 你需要看到消费篮子里面的 不同的商品都是在通货紧缩 而目前我们在新加坡 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不包括住宿和交通成本 在内的核心通胀率 则在5月份上升至了1% 比4月份高出0.2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因为服务费用走高 这双方的设置是怎么 reach out 而且把特别的费调了 是谁 白红 百分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